大家好 我是白癡公主Agent 吃吃網美 運動喔 看是要白天還是晚上 我其實還蠻喜歡晚上運動的啦 比如說夜騎啊 夜跑 不要想歪 因為我只是不喜歡曬太陽 因為我已經夠瘦了 我怕曬太陽就會歐麻麻 然後看起來會更瘦 因為其實我還是喜歡晚上的時候做運動這件事情 那如果我擔心白天會曬到太陽 我就會準備這個 我會準備遮陽帽 我一定要遮著我的臉 而且因為我看到太陽的話我會打噴嚏 會這樣哈啾哈啾 一直會一直光過敏 所以我一定要遮著太陽 因為我不想要曬黑 所以我手的話我也會穿這個袖套 就是長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把它這樣子套 套 套 套進去這樣 是不是很好看 是 我還蠻喜歡的欸 我喜歡在河邊的感覺 因為其實在河堤的話沒有什麼人 然後你就可以不管是你要騎腳踏車或者是跑步 然後會有那個風吹來 然後你就會有冷風吹進我的洞 就覺得很舒服 有沒有就徐徐的風吹進來 然後呼呼呼 然後就覺得気持人 然後你還可以看風景 最主要是比較少人啦 而且比較安全 都不會撞到別人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我們年過二十五啊 實在是很不想講 年過二十五呢 新陳代謝就會降低 所以呢 我們那個皮膚啊 跟我們的肉呢 就要慢慢開始垂 不要覺得說垂沒有不好 垂真的很不好 所以呢還是要多動 該垂的地方垂 那鋪開垂的地方就是不能讓它垂 還是要緊實 緊實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緊很重要 緊也要實 所以就一定要動 其實我覺得 主要是促進自己身心健康啦 我知道其實不能像我一樣 持常喜歡在家裡面 追劇上網看電視 所以還是要多去外面戶外走一走 要動一動啊 大家可以一起群跑 有沒有一個人跑好像有一點小Lonely 可能我之前都是自己夜跑而已 那你可以很多人一起跑 還可以找很多小鮮肉也可以陪跑 你還可以在那邊跑步 所以看美景還可以看美男 還有看媒體 青春的Rate在你的身邊 是不是很棒 是啊 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這個是可以喝水的 比如說你這邊如果有耳洞啊 你就可以這樣子扣在這邊 然後就很時尚 然後就這樣 它可以縮到像這樣扁扁 然後像這樣對不對 而且如果說沒有地方可以扣的話 你還可以塞在這邊 Aeron 9月10號在大家河濱公園 歡迎大家一起來風格起跑 多人運動 Let's go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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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